他们坐上了前往瑞顶的火车 一路小心忐忑 生怕这样家庭会报警 好不容易抵达了护照检验处 过了最难的一关 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刚好离开 警员就将他们叫住 那一刻 迪亚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他捡到了苏布的玩具 可以归皇而已 迪亚刚放下心 其他的几个警员 就收到了挪威发来的通缉令 他和孩子逃跑的计划失败了 苏布和苏吉再一次被带走 失去理智的迪亚激动地拍打着警员 试图阻止悲剧的发生 但他的力量实在太弱小 很快警员就将他控制住了 接到通缉的维克多赶来 接走了迪亚 港导家就质问他是怎么想的 居然去绑架自己的孩子 奇怪了 一个母亲带走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都能算做绑架 维克多才不管迪亚的辩解 直接甩了一耳光过去 迪亚也不甘示弱地回击了 接下来 维克多居然连拖带转 将迪亚扔进了房间里反锁 还指责迪亚的爸妈 没有交好孩子 发现完怒气后 又扬长而去了 直到天亮后 维克多才终于打开门 将一天未尽时的迪亚放了出来 他获得自由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律师贝克 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而现在 福利中心对他的控诉 又多了几条 但不用说 迪亚都已经猜出来是什么了 无非就是说他精神不稳定 给不了孩子正常的生活 福利中心 还将苏布患上抑郁症的原因 推到了迪亚身上 反正说来说去 他就不是一个好母亲 这次 安家被提交到了最高法院 好在贝克有备而来 他请考察员上台发言 并提交了证据 证明寄养父母 帮福利中心在网络上 发布了诋毁迪亚夫妇的言论 将迪亚描绘成了一个 精神状态有问题 不会做家务 更不会照顾孩子的母亲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迪亚在结婚前 是科学学士 根本不是福利中心塑造出的 傻瓜形象 更何况 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心理咨询 就被开出了精神不正常的证明 这合理吗 紧接着 贝克传唤了苏布的幼儿老师 他同时也是福利中心的特教 只不过 现在已经被解雇了 据他所说 一直不肯揭穿福利中心的肮脏交易 是害怕 自己的孩子也被抢走 但亲眼看见苏布被反锁在房间里 神情呆滞地说 要找妈妈时 他还是不忍心拍下了视频 试图联系迪亚告诉他真相 然而福利中心发现后 没收了他的手机 还删除了视频 控方律师指出 老师是对机构心怀不满 所以撒谎污蔑他们 更何况 手机被抢只是一面之则 根本拿不出证据 律师还提供了迪亚在福利中心 以及边境车站撒野的视频 证明了他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事实 所以最高法院 也驳回了迪亚的申请 福利中心胜诉 孩子们将进入最后的收养程序 庭审结束 所有人都离开了 只剩迪亚 坐在座位上无声地哭泣 贝克走过去 轻轻拍了他一下 低声说了句抱歉 走出法庭 迪亚看着苏不在向他招手 他难得地露出了笑容 可清醒后才发现 一切只是幻觉而已 遭受了这么大打击 丈夫连一声安慰都没有 还在没有和迪亚商量的情况下 将本就关系不好的婆家 全都接了过来 婆婆见到迪亚的第一句话 就是挖过他没有照顾好孩子 才落得这样的结果 就有公共温柔地安慰他 让他上楼好好休息 深夜 母子俩半战了卧室 说了迪亚一整晚的坏话 他被赶去了客厅 车也难眠 现在也不知道该跟谁倾诉才好 因为爸妈的签证到期了 即将返回印度 送爸妈去机场时 新闻在播报 印度只派了十九瓦尔达前来 准备和挪威 签下两国之间的电信条约 方便以后友好往来 于是迪亚来到了大使馆 打断了正在举行的签订仪式 质问瓦尔达 挪威抢走了印度人的孩子 给一个母亲扣上墨序油的帽子 印度为什么还要和这样的国家合作 瓦尔达通案也是一位母亲 听完迪亚说的话之后 也愤怒地表示 如果挪威不归还孩子 就取消两国之间全部的合作 这件事引起了轩人大波 所有人都看见了这个新闻 迪亚的支持者越来越多 印度政府也出面为他解决这件事 福利中心眼看情况不妙 又想出一个恶毒的办法 他们找到维克多的弟弟乌尔 提及让他抚养两个孩子 这样每年就会白得一千万卢比 天真会再次举行 福利中心表示 他们可以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但迪亚夫妇实在不是合作家长 不过他们可以让步 由迪亚选择第三方成为监护人 沃尔自然就站了出来 主动要求抚养 迪亚当然不可能接受孩子被寄养到 不学无数的小叔子名下 生气的离席了 沃尔拉着维克多 偷偷告诉了他一千万的事 维克多听了后 主动找迪亚商量 结婚几年来 他第一次这么温柔的谈话 说孩子虽然给了沃尔 可都是一家人 没什么差别 只不过是应付一下福利中心而已 等孩子回到了印度 迪亚想什么时候接走都可以 说了这么多 却唯独隐瞒了挪威每年的高额补贴 不知情的迪亚被说动 也同意签署了文件 时隔九个月 迪亚和孩子们分成两路 回到了印度 他开开心心的来到婆家 准备接走孩子 沃尔去谎称 孩子被带出门了 并不在家 但迪亚明明听到了孩子的声音 就藏在上手的房间里 沃尔还拿出了合同 直出其中一条规则 只要婆家不同意 迪亚就没有探视权 所以她出现在这里是违法的 直到现在 迪亚发现维克多的电话 也打不通了 此时婆婆回了家 看见迪亚的第一眼 就让她滚出去 平日里慈眉上目的公公 也翻脸不认人 骂她挡住了自己的电视 迪亚哭着求婆婆 让她见一见孩子 哪怕一面也好 可婆婆却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 原来一切都是骗局 丈夫骗她签下合同 将孩子转到沃尔民一下 再和迪亚离婚 独吞一千万卢比 三年的婚姻时光 也不过如此 迪亚不死心 再次找到婆婆家 可对方已经请了一堆混混堵在门口 争执过程中 迪亚被推倒 碰到了旁边的车 那可是婆家拿到钱买的第一辆新车 公共急得破口大骂 让混混赶紧将迪亚赶走 还是扔掉了她给孩子买的礼物 这种状态 又整整持续了一年 迪亚只好上诉到印度最高法院 据约定时间过了一个半小时 律师塔利 才急匆匆地赶来 解释自己是因为塞车转车 所以迟到 法官不耐烦地表示 懒得听她的解释 而这时 塔利反问 当她说起这一个半小时的痛苦遭遇 众人都无法忍受的话 如果换作别人 又该要如何忍受 迪亚在这一年半以来 所受到的折磨 接着她提供了证据 证明小叔子的家庭环境太糟糕 不适合两个孩子的生长 请求法庭同意 将监护权还给迪亚 法官似乎被她的言论说服 以担心审理过程中 挪威生育会受损为由参与辩护 塔利拒绝她的提议 因为目前的各种案子 从来没有开过这种先例 但贝克有三个理由 第一 孩子回到印度之前 印度和挪威曾签署了合同 第二 挪威有权查看 是否有人违反规定 第三 挪威政府支付了孩子的抚养费 所以法官不得不同意她的请求 贝克指出 迪亚曾在两国见证下 将孩子的监护权交给了沃尔 如今又想要将孩子要回去 不正是在毁约吗 她承认 沃尔所居住的环境很糟糕 确实也不适合抚养孩子 但监护权 绝对不能回到迪亚手中 尽管迪亚曾是科学学士 可现在的她根本没有工作 无力负担孩子成长的基本费用 而挪威拥有最棒的机构和设施 给孩子的福利也非常多 所以如果孩子回到挪威 要比待在迪亚身边更好 接着 贝克连线了维克多 对方表示 迪亚有很严重的精神疾病 不能将孩子交给她 但维克多也没有精力抚养孩子 所以同意将监护权 转交给挪威 关键时刻 塔利站出来询问丈夫 体重是否有减少 是否焦虑 又是否头痛 在得到完全没有的回答后 她提出 在心理学领域里 如果和发疯的妻子生活在一起 丈夫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可为什么她没有呢 更何况 塔利手里有一张 来自挪威医院 和一张来自印度医院的检测报告 能够证明 第二的精神状态非常稳定 根本没有精神病 那么维克多的空口鉴定 会比两个国家的医生鉴定 更具有权威吗 再说了 她又怎么能忍受 和一个精神病相处这么多年 还结婚生子 笑得这么开心 维克多回答不上这些问题 恼羞成怒 直接挂荡了视频 贝克一行人 还将给她回播过去 而塔利则拿出了一榻 打赢好的未接通话响单 是过去一年办理 迪亚打给她的 这么不负责任的丈夫 应该也不用在她身上浪费时间了吧 塔利想将贝克当作证人 询问一些问题 可贝克表示 她代表挪威为这个案子辩护 不可能成为证人 但塔利也还给了她三个理由 一 这个案子需要她提供见解 二 她清楚挪威的规章制度 三 只有她知道 挪威那些有助于孩子的福利 是否也给了她有利的条件 贝克哑口无言 而法官也同意了塔利的要求 塔利问贝克 一年前 她为迪亚辩护 协助她夺回抚养权 可一年后 她却成了反对方 为什么呢 贝克口口声声说 是为了孩子 得了吧 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 塔利接着问 养母会比生母更爱孩子吗 当然会 因为贝克就是个养子 她在养母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那就换一个问法 挪威政府 为苏布苏吉找到养父母 会和迪亚一样爱他们吗 有的人可以为了钱收要孩子 可是迪亚会为了钱送走孩子吗 这句话 接激贝克心里 会吗 其实他已经有了答案 绝对不会 那为什么不能考虑到 是迪亚被维克多 被其他人骗了 所以才同意 将孩子的监护权让给乌尔呢 迪亚在挪威孤身奋战 在边境车站和警察对抗 联络了所有的电视台 是为了钱吗 只是为了要回他自己的孩子罢了 至于他们说的精神不稳定 一个母亲 在被迫和孩子分离的时候 她可以怎么稳定 所有的情绪 都是母爱的自然流露而已 迪亚也在此时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挪威给她贴了很多标签 疯了 情绪不稳定等等 她现在也不知道 怎么做才是对的 但她就是一个普通的母亲 她只想要争取到自己的两个孩子 不管是在挪威还是印度 哪怕是要流落于整个世界 她也要为了争取孩子而奋战 这是一个母亲该做的事情 听完她的陈述 法官表示 要先和孩子们见面 询问孩子的意见 苏吉被送来休息室的第一时间 看到了一年没见过面的母亲 绕过法官 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她 苏不也紧随其后 拥抱着自己的母亲 而现在 询问意见还重要吗 法官的心里 已经有了答案 他宣布最终审判结果 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交还到地亚的手中 多么唏嘘 一位母亲 必须向国家抢夺她的孩子 而就是这么荒诞的事 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原型人物萨加利卡 奋战了争取三年 才终于要回了她的孩子 她的事情 让有关当局 开始重新损失其他类似的案件 如今 她依旧和孩子们过得很幸福